诸位善知识,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上一集我们曾经为大家讲到 你如果不恭敬 讲话比较暴力 然后亲近坏朋友的话 那么这样子很容易 就让你不欲见圣不欲文法 而且经常要求人家短促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希望大家渐渐能够改善 那佛陀在更深入的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不恭敬 会讲暴力的话 亲近坏朋友 这个还有更根本的问题 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无惨、无愧以及放异 这三件事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惭愧心 不懂得惭愧 那么你叫他要变成有恭敬心 讲话磕磕气气 并且都去接触好朋友善知识 那是很难的啦 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具足一颗什么心呢 有惨有愧的心 你的心要懂得惭愧 并且要不放异 如果你经常放异懈怠 那你也没什么办法教 为什么 三天捕鱼两天晒网 这样子怎么有精进力呢 那当你精进力不足的时候 很难去学习证法 你就会安逸于现状 不懂得去向上求 不懂得求证法 那这无惨无愧啊 这个尤其是在阿比达摩 然后据摄论里面有讲到 在大不善地法里头 只有两个心所法 大不善地法里面 那两个心所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无惨 一个是无愧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具足无惨与无愧 你就是一个大不善人 因为很难改进 你今天要能够进步 要能够改进 那必须你的内心是有惨有愧 如果你内心的无惨无愧 不大能进步的 进步不了 这一点很重要 那在我们大圣佛法里头 尤其是大波涅槃经中 他讲到有一种人是无惨无愧的 那个叫做断善根的人 又称为一产蹄 一产蹄他就是一种断善根的人 为什么断善根呢 基本上跟这个无惨无愧 很有关系 如果你无惨又无愧 那就像有一些 某一些杀人犯 他放火打劫 或者是做尽种种恶事 人家劝他 而且一关再关 关了之后放出来 出来又犯又被关进去 哎呀一辈子就这样 在监狱里头 进进出出 你看 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惨愧心 无惨无愧 有没有可能进步 很难进步 所以在佛法里头 称一产蹄是断善根的人 可是这种断善根的人 佛法容不容许他可能成佛呢 佛法还是容许他可以成佛的 为什么呢 大家去想想看断善根的人 就是说他毫无行善的可能性 他做尽恶事 完全无法行善也 那既然无法行善 他怎么成佛呢 他有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呢 在古代有一个僧人 叫做竹道僧 福道僧 当四十卷的涅槃经 只传进来二十卷 被翻译出来二十卷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大家说 一产蹄有佛性 照样可以成佛 他这种说法引起佛教界哗然 因为前面的二十卷本的大玻璃环金 大家都觉得一产临是断善根 怎么可能成佛呢 不可能成佛 因为前面这二十卷 大家看来好像都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足道僧 视为异端 并且把他驱逐出佛教界 那足道僧他就摸着鼻子 只能够到山上去清修了 但是当他到山上去 没有人听他说法的时候 他对石头说法 一样是对石头说 众生极有佛性 一产蹄也可以成佛 当他不断这样跟石头说法的时候 说到后来连石头都点头 连石头都同意他的话 就只有当时候的人不同意他的话 那事实证明了 后来二十卷本的 后面二十卷本的大波涅槃针又传入 总共是四十卷本 所以后二十卷本传入之后 还足道僧一个清白的 后面二十卷本确实就说 一产临也是有佛性 所以还是可成佛 大家思考一下 为什么一产临还是有佛性 那不是断善根吗 为什么还是有佛性呢 想想看 大家现在想想看 给大家三秒钟想 一二三 好想出来了吗 为什么有佛性呢 主要是因为佛性非善非恶 一产临的定义是断善根的人 而佛性非善非恶 无关于善恶 所以断善根的人 并没有断到佛性 所以各位现在清楚了吗 大家有没有对于 这样子的逻辑 感到很有兴趣呢 所以一产临 一产临是这样的情况 还是可以成佛力 所以以上为大家讲的 这个无产无愧以及放逸 很容易导致我们的什么 不恭敬 讲这个暴力的话 然后接近坏朋友 所以如果你想要远离 不恭敬 暴力的话 坏朋友 那你就要好好做到 无产 好好做到余有产有愧 不放逸 是这样子了 接下来 我们再回到思念处 来为大家做解释 上一集曾经为大家讲到 几个例子 几个比丘门修醒的例子 在深念柱上 非常的精心用功 很精心地观察自己的身心 以及行走 都可以在深念柱的用功里头 赠阿罗汉国 有的用了21年 有的用了23年 大家都是非常精心用功 那这边 上一集跟大家讲的是 有关 比较接近于现代的例子 现代比丘的例子 那这里举佛陀的例子 再让大家了解一下 佛陀的时代 有500位比丘 他跟上一集我们讲过 有一个比丘 他喜欢含着水 脱泼起死 因为在含着水脱泼起死 连一些祝福的话都不用讲了 由于不用讲话 才不会丧失正念正知 那这个行为 不是现在的比丘才有 佛陀时代的比丘就有人这样子了 佛陀时代有500位比丘 他们也是含着水进入村庄 那这个当没有人发问佛法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到了某一处啊 村庄在村门口的时候 在门口就会把自己含的那一口水吐掉 所以村民们很有趣啊 村民们从地上的这个口水 从地上的水量 就大概可以知道 今天来了多少位比丘的 来了多少位比丘脱泼的 所以以前的人 他们为了要保持正念正知不讲话 你看很多人就含着水 所以各位这是一个例子啊 下次如果想训练自己不说话 比如说敬禅堂 还是受八观再见等等 都很重视什么 就是不说话 沉默 敬语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发现 这只嘴巴好像讲个不停 很难停止下来 一个办法 那是什么 就是含着水 你下次就含着水 用含着水来训练自己不讲话 有一天一定可以训练成功的 只要你有恒心一定可以训练成功 那这些比丘呢 刚刚我讲佛陀时代有五百位比丘 他们入渡村脱泼的时候都含着水 那这些比丘们很多 在三个月内就争阿罗汉国 所以你看 上一集跟你们讲的那个比丘 他是二十三年才争阿罗汉国 佛陀的时代五百比丘 三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正阿罗汉国 所以你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那一个差别了 一个是三个月 一个是二十三年 所以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倾向 越往现代 这个时间越以往现代 我们现代的人根基转盾 外在欲望诱惑越来越多 所以没办法全心修行 以前你看 没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 诱惑较少 所以你看 大概说很快 三个月正阿罗汉 有的是听闻佛陀说法 就是正阿罗汉 他们都是内心里面 早就准备好 要正阿罗汉了 所以你看 非常的纯粹 那我们真的在这方面 必须要多加强 希望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 就要够简朴 够简单 好让你的心 成为准备好证物的状态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要开悟了吗? 准备要证物了吗? 如果你准备要证物 平常你的内心 你的心理状态 要调整好 是这样子 好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长老 叫做摩赫长老 曾经有一位比丘 来向这位长老 请教佛法 那在交谈中 这位长老发 他在交谈中 长老他移动身体的时候 失去正念 这个时候长老 他把肢体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话 一边讲话 一边举手投足的 那在某一个沙拉 他发现这个动作 他没有观照清楚 他忘念了 他没有正念 他会把手再放回原处 重新再讲一遍 他会放回原位 重新做一次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其他比丘 跟他交谈佛法的时候 都非常赞叹 善哉 如果每个追求真理的人 如果每一个真心禅修的比丘 都像你这样子的话 哎呀 解脱 实在是太有希望解脱了 就不会这样渺渺无奇了 那当他往返在寺院的时候 总是专注于自己的夜处 那事实上 一个禅修者 如果整天都在寺庙里面修行 其实那个都是顺缘 顺缘没有违缘 那你那个时候 你要修行 其实是很好修行的 没有什么外在的诱惑 可是每天你出去脱破的时候 那是最困难的时刻 因为离开寺庙之后 有各种诱惑都可能引诱你 所以在寺院 在家里或在禅修中心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让你分心的事 每当你走出自己的家 走出自己的领域 到外面去的时候 要好好收拾六根 透过收拾六根 保护自己的心 否则你很容易这个心 就被外在的世界所污染了 所染污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对这一点 多加留意 好 那以上我举了好几个比丘的例子了 那在之前我们说过有四种证知 一个是利益证知 第二个是适宜证知 第三个是行处证知 还有一个还没讲 第四个证知是什么呢 叫做不吃证知 不于吃的吃 不吃证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在保持行处证知的时候 也就是说 对你的一举一动 都正念证知 观察的清清楚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要发现 整个过程中 只有色与心 只有色心 这两个 或者说我们说 只有明与色 其他 并没有一个我 没有一个自我在这里头 都没有 所以 当你彻底运用行处证知的时候 不吃证知会生起 它会自然生起 在你修行处证知 很自自然然的这样修 修修修修修修 修到后来 不吃证知就会生起 因为你在整个过程中 总是用你的智慧之光 在观照着你的身口意 那你如果只是保持观照 没有多余的想法 怎么会有自我呢 而且你在走路 不管走出去外面 还是走回来家里 在过程中 你对于不同的行动 都保持残修 任何出现于眼前的 马上都成为你的残修对象 所以你从来不会打妄想 也不会懈怠放逸 你非常清楚了知它里面的差异 所以我再次强调一次 这里头不吃证知要强调的是 为什么不愚吃 因为你看到只有色与心 心推动风大 风大推动着身体 而产生种种动作 所以只有一个因缘 推动另一个因缘 这里头没有一个自我 有甲合 并且假名诗色的我 甲合 因缘甲合 可是这个因缘 你把心拿掉 把风大拿掉 请问有任何的自我在里头吗 找不到自我 我们就发现找不到自我了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请大家了解一下 那一个禅修者在出门到外面的时候 以及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禅修者都必须要考虑 外出或者是回家 这两种动作是否有益 当你这样考量的时候 叫做利益正知 在考量是否适宜 现在出门 或者是现在回家 适不适宜 比如说正在下大雨 适合出门吗 不适合 比如说你回家 马上会遭遇很惨的果报 你过一点 过一两分钟 过一小时回家 不上大雅 可是事情就不发生了 就不会大吵一架了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用适宜正知 好好去思考一些问题 不要马上就行动 如果不适宜不适合 那就不要做 还有也应该要运用行处正知 对于你走路的时候要正知 比如说正行往到某一处 你对于行往行走的行 通往某个地方的往 你在行往的时候 你就要经常的提醒自己 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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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知自己正在行往某处 这个就是 你可以自己默念在心里 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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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回来的时候 你从外面回来 要注意我现在正在回来 你要明辨行往 和回来 就好像你明辨呼气 与吸气 为什么要明辨呼气与吸气 为什么要明辨行往 和归来 主要让你的心不放一懈呆 主要让你的心经常保持绝躁 保持观照力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当你回来的时候 要注意 回来 回来 或者是说你可以默念 归 归 归 这样子 行往 以归来都保持正 那最终呢 你就会看见 行往 以归来的本质 你会看到他们本质 本质 本质是什么 你找不到横存的实体 在行走 你行走的 这个当下 往内寻求 找不到有一个横存的实体 叫做自我 有一个自我 在那边行走 找不到 找不到 你只会看见单纯的现象 一些phenomena 只是看到一些现象 而这些现象 是由抑郁 或由抑郁造成的行走 抑郁就是相当于心 是由心 或由心所造成的行走 你只是看到这样子 那心 什么是心 心不是自我 心又是一连串因缘 合合 假名失色的这个名称 实际上也无实质性 所以是这样 当你如此看的时候 就具足什么 具足不吃正知 为什么他叫不吃正知 因为他 这里面发现没有自我 没有一个我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那个经文说 经文 必观前顾后正知而作 观前就是看前面 看前面的时候 他是正知的看前面 顾后就是看后面 当你往后看的时候 你要正知的往后看 所以说 无论你是向前看 向后看 向旁边看 你都要注意什么 注意看 看看 对于当下正在用眼睛看 这个看看看 你要很清楚 你可以稍微默念 看 看 看 可以稍微默念一下 那当你在看的时候 也要运用四种正知 来大家 以看为例子 以看为例子 大家来讲一下 这四种正知 第一种叫利益正知 怎么样 你看的时候 只有当有益于解脱 有益于自己 他人解脱的时候 才看 否则不要乱看 这个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一阵子 如果看的时候有利益 现在时间点对不对 如果时间点对了 去看 时间点不对 正要考试 正要联考 还是要学测 不能看 你就好好的看书 不要去看电视 所以你看 适宜正知 要做考虑 那如果说 没有意义 也不适宜的时候 你就不向前看 那行出正知呢 行出正知怎么应用 那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看什么东西 你对于自己的看 都保持正知 看 看 看 你可以稍微默念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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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行出正知 那你看前面 看后面 禅修者 就发现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让他保持在不吃正知里头 哪两件事呢 就是身与心 当你能够只注意到两件事 身心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头没有横存的实体 心就是看的抑郁 身就是看的动作 身体是指看的动作 心是指看的抑郁 所以无论如何 你发现这里头 都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我 没有实体 当你这样做 就是不吃正知了 所以四种正知 在看的这个例子里头 全部具足 也希望大家可以这样子来了解 今天先为大家讲到这边 阿弥陀佛